欢迎一事后 李强同范明正会谈 李强表示 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副仲总书记引领下 两党两国关系发展保持良好势头 在复杂动荡的世界局势中 我们要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在新起点上 把双边关系推上新台阶 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李强指出 中国院同越南做好战略对接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 用好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机制 统筹推进执法安全 经贸投资 科教文位等领域合作 双方要加快商签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对接合作规划纲要 深入挖掘两国体路运输效能潜力 推进口岸开放升格和设施联通 扩大农产品贸易 投资能源等领域合作 增进文旅 教育 青年等领域交流 中方院同越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深化中国东盟 蓝沧江 湄公河等框架内合作 李强强调中方院同越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 推进海上务实合作 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避免采取是形式复杂化 扩大化的行动 范明正表示 越方支持中方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愿学习借鉴中方宝贵经验 进一步深化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积极支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 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 加强多边协调配合 管控好分歧 实现共同繁荣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建政签署海上合作等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